3Q提供给像我们白银河这样的初创团队 一个非常舒适的办公环境 能够让我们在一种高大上的环境中 进行招聘和我们合作伙伴的下台 随着美团的迅速发展 我们人员扩张很快 面临场地周转的需求 我们租下了两个整层的3Q 并且即将入住这一层 这里租期灵活 设施完善很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的Soho 3Q 是一层层屋 它真的带来自然的灰色 我喜欢这里是因为它的环境和氛围 它既有家的舒适感觉 这种娱乐和休闲的空间 和接待的空间 同时也会有非常高大上的 标准的办公室的空间 我们设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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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的空间 最后人员扩张 最后人员扩张 他们应该带来自家的 他们应该带来自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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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做花艺培训 在3Q我们是做长租 其他很多公司是短租的 这样很便捷我们认识很多公司 建立更多的客户资源 我们聘家家是做移动支付渠道整合 而Soho 3Q对我们来说 也是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生态圈 在这边有很多很棒的移动APP 在这里入住 对我和我们的团队来说 也是源源不断的潜在客户和职场伙伴 工作日的每一个下午 3Q都会在公共区域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也曾经在这儿办过西沙鱼肉夹馍的试吃活动 农场其实是我第三次创业 你会在这里面感受到很多满满的重能量 你会看到每天和我们一样的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国内国外的优秀的小伙伴们 他们在创业他们有梦想和激情 每天都是和他们在一起向前奔跑 3Q热力经常会有大咖 来进行参观体验 像李开复 潘石屹 以及北京市副市长 陈刚市长 都谈过我们的钢琴 为我们的产品也带来了 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宣传效果 潘总邀请我去了好几次SOHO 3Q 我感觉那边的环境真的特别好 里面创业的气氛真的是热火朝天 我们创业工厂所投的项目 有两家 一台钢琴 小鱼在家 都现在已经搬到了这个SOHO 3Q 我们认为在SOHO 3Q的提供的这种环境 尤其在今天整个国家大众创业的这样的气氛之下 是一个真的特别好值得珍惜 值得考虑的一个很棒的创业空间 哈佛双学院每年其实都是有一个全球的创新大赛 那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哈佛双学院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总决赛 其中有一个环节呢是参加那个Hover Innovation Lab 也是他们其实就最近几年刚刚办起来的一个中心 当时就非常惊讶说 哇 这个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好的环境来扶持创业者呢 在三周前其实我们邂逅了潘石屹 然后也邂逅了3Q 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搬到了3Q来办公 觉得这个环境非常好 Auto Showroom呢 跟复兴SOHO 3Q的合作 是在今年上海时装周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临时的展厅 我们当时在这边选择的一个原因 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特别方便全球的买家 媒体 还有博主 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我们这些非常特别的设计 从牛津大学回来之后 我们励志于做互联网加环境这个项目 我们发现3Q的新工进化系统 就是我们项目最好的展示 我们的公司在上海非常偏远的 张江高科技园区 而对于我们市场部的同事来说 每天都要到上海各个地方去拜访客户 交通非常不便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市场部决定搬来入住SOHO 3Q 这样的话交通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SOHO中国有两个 一个是旧的SOHO中国 一个是新的SOHO中国 旧的SOHO中国 它的发展战略和产品 通过过去几年的财务报表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的SOHO中国 就是在旧的SOHO中国的基础之上 通过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 重复利用互联网技术 产生出来了它新的模式和新的产品 它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SOHO 3Q SOHO 3Q 是一个崇尚分享理念的平台 是一个客户之间相互服务的平台 也是让每一个创业者和创新者 都能发生共鸣的平台 今年年初 SOHO 3Q 在北京的旺京SOHO 和上海的SOHO复兴广场 已经有了1000个座位的尝试 结果非常成功 2015年 我们将会有1万个座位投入使用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 我们会将这种成功的产品 和商业模式加以推广